1952年10月 朝鲜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 战争的残酷和艰苦程度远超预期 中朝部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在经过多轮交手后 双方都以疲惫不堪 开始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阵地 形成防御对峙态势 此时战争陷入僵局 双方都试图打破这一僵局 以在谈判中获得更多有利筹码 在三八线中部 武圣山南侧有两个不知名的高地 在美军的作战地图上 左侧的山头叫三角形山 右侧的高地叫狙击陵 中朝部队则将其称为上甘陵 这两个高地 虽然属于中国志愿军的前沿阵地 但一直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战事 然而接下来 这里将成为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规模最大 最为血腥的一场战役的战场 那一年 美国正值总统大选 军人出身 曾受五星上将军衔的 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 如果能打赢朝鲜战争 或至少打破战争僵局 将成为他最好的竞选优势 于是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 必须在战场上有所作为 这一任务交到了范佛里特手中 范佛里特号称山地战专家 主张用猛烈密集的火力 对敌实施压制和毁灭性打击 他在朝鲜后前行研究中朝部队的防御漏洞 决定将目标锁定在五胜山附近 他认为 只要在这里撕开一道口子 就能扭转整个战局 五胜山位于朝鲜半岛三八线的中心 后方是平康平原 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 一旦突破 美军可以利用其机动能力 快速穿插至志愿军防线后方 威胁整个防御体系 这一带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的防区 指挥部设在五十山 军长秦基伟深知美军机动作战能力的强大 因而将防线重心 布置在五胜山西南面的交通要道上 而上甘岭的两个高地并非布防重点 范弗里特捕捉到这一情报 认为正面强攻十五军 美军无必胜把握 但若直接攻打五胜山前部山地 或许能收到奇效 1952年10月14日凌晨三点半 美韩联军集中16个炮兵营 近300门火炮 向上甘岭发动突然袭击 范弗里特计划 以伤亡200人的代价 在五天内拿下上甘岭 首战当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 志愿军阵地 先后挨了30万发炮弹 及500多枚重磅航空炸弹 地面阵地被彻底摧毁 随后 美军炮火延伸 形成环撞密集弹幕轰炸模式 隔断志愿军后方增援力量 掩护美军步兵仰攻山头 志愿军措手不及 只能退守山上坑倒 当炮火结束时 观战的记者们都认为 上甘岭上已经不可能有生物存活 然而志愿军依然能从废墟中冒出 用手榴弹招呼进攻的美军 这场战役 已因单一战斗中 双方使用的手榴弹数量破万 而创下记录 志愿军的战斗意志 在人类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在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轰炸下 志愿军各阵地的部队虽然被打散 但迅速重组 展开新的战斗 战斗进入相持阶段后 美韩联军利用重火力优势 消耗堪称奢侈的弹药量 而志愿军则陷入更不利的境地 伤亡惨重的志愿军 被迫放弃表面阵地 转入坑道站 坑道战术减少了志愿军的伤亡 形成对美军的火力直射死角 志愿军在表面阵地和坑道口之间建立连接 一旦炮火停歇 便迅速冲出抢占防御阵地 美军则稳扎稳打 利用炮火优势逐步控制山顶 而志愿军死守反斜面阵地 拖延时间至夜间 再派新部队夺回山顶 双方反复争夺 战斗进入拉锯战阶段 志愿军炮兵展开后 能在美军冲上反斜面时 呼叫炮火 轰击表面阵地 或在美军爬山时进行火力覆盖 坑道战术减少了志愿军的伤亡 但也牺牲了机动性和战术突然性 经过数十天的反复争夺 双方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战斗每天重复着轰炸 进攻 防守 争夺阵地的循环 志愿军寸土不让 使美军轻角坑道的代价 更加难以承受 在这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双方不断增兵火力 将一场战斗演变成一场战役 随着上甘岭战役的推进 参战的外国部队数量不断增加 特别是美军的支持逐渐枯竭 到了整个上甘岭战役的关键时刻 谁能坚持住 谁就能赢得胜利 在这场战役中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先后投入了六万余名美韩士兵 而志愿军则投入了四万三千余人 在这狭小的山头上 两军十万余人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 根据中国公布的数据 美韩军队伤亡约一万五千人 而志愿军则伤亡了一万一千五百人 美韩公布的数据则显示 美军伤亡一千五百三十九人 韩军伤亡四千六百八十八人 在此之前 美军伤亡率最高的一次战役 是二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 死亡率近百分之三十二 而在上甘岭战役中 美军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八 成为新的记录 这对于美国人来说 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在上甘岭战役中 中美军队首次卫士兵配发了M1951式防弹背心 美军后来承认 如果没有这种新设备 伤亡会更大 最终 美军不得不在1953年11月25日 也就是上甘岭战役爆发42天后 彻底放弃进攻 中国志愿军以巨大代价 成功守住了上甘岭阵地 此战之后 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 发动过0以上规模的进攻 这也间接导致了朝鲜战局的稳定 在北纬38度线上失利的范国里特 也在上甘岭战役结束三个月后 提前退休 上甘岭战役 实际迫使美韩联军 停止了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 战争后期 美军对韩军的支持明显减少 其他联合国军也表现得不堪一击 朝鲜战争的局势因此变得明朗 上甘岭战役成为西方媒体 提及最多的经典战役之一 也是西方国家认识到 中国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标志性战役 战后 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回国后 组建成了解放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 现驻湖北孝赶市 与硫磺岛战役相比 上甘岭战役展现了志愿军的坚韧和智慧 如果你对为什么志愿军能守住上甘岭 而硫磺岛的日军却全军覆没感兴趣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更新 关于上甘岭战役的解说 喜欢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和评论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